好 走 我們持續帶您來掌握立法院現在最新的情況 我們可以看到呢 現在藍綠白的立委 他們現在是上演了零星的肢體衝突 主要的原因呢 就是因為現在立法院的院會要開始進行表決了 但是呢 在表決的過程當中呢 民進黨立委是不斷的高喊 不能幫別人代案投票 所以呢 他們一直不斷對著台上 原本霸佔主席台的國民黨立委喊話 不能代案 不能代案 而在稍早呢 其實也讓很多的國民黨立委 他們是進退兩難 因為呢 一旦他們下台按下投票的按鈕 等於呢 他們原本霸佔住的主席台的位置 可能就會空缺出來 所以呢 這個時候就會讓民進黨的立委 就會有機會可以反過來反制霸佔住主席台 所以呢 稍早呢 彼此之間呢 藍綠是不斷的隔空叫囂 不斷的叫罵 甚至呢 還發現了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 就是國民黨的立委 他們是台上主席台的人 趕快衝下台 按投票 他們衝下台的同時 另外一批藍尾呢 這時候馬上無縫接軌衝上台 繼續霸佔住主席台 甚至你可以看到呢 在議場裡頭 所有的國民黨立委 大家都是用奔跑的方式 因為他們就是要輪流 這個人按完之後 再立刻跑上去 再去霸佔住主席台 霸佔住主席台的人下台投完票之後 又要再跑上台 持續的霸佔住主席台 我們可以看到呢 民進黨立委 他們現在完全都是躲在旁邊 似機而動 然後甚至呢 還有在整個過程當中呢 大家可以看到呢 現在還爆發了零星的肢體衝突 現在藍立委他們是為了誰能夠上台 現在雙方呢 是上演激烈的衝突 還有人跑上桌子 還差點跌倒 我們看到在主席台的部分 現在是上演了激烈的衝突 有人呢 是直接被拉扯到地上 完全所有的牛打成一團 其他人的健壯呢 包含了民進黨的立委 我們可以看到呢 郭伯文他是一個劍步也要爬上台 現在藍綠立委是爆發激烈的拉扯衝突 現在呢 全部人都在主席台上面 牛打成一團 場面是非常非常非常的混亂 而且呢 我們可以看到呢 現在包含了國民黨的立委 還有民進黨的立委 他們現在呢 現在是在議場 也就是主席台的旁邊 是不斷的推擠和拉扯 主要的原因呢 就是因為呢 在稍早的時候 因為要投票的 投票的部分呢 投票的時候呢 因為 因為要親自按下投票的案件 所以呢 就會在主席台的部分 會有一個空窗期 這個空窗期的部分呢 就會讓民進黨立委有機會 上前反制 反制壓住主席台 但是呢 在這個空窗的過程當中 藍綠立委還是爆發了激烈的肢體衝突 在稍早的畫面 我們也看到了 包括了民進黨的立委郭國文 他還一個漸步想要爬上主席台 但是呢 他是沒有成功的爬上去 就被其他的國民黨立委給拉扯下來 現在呢 國民黨的立委呢 還有葉元支包含了鄭政前呢 現在是不斷地叫罵當中 至於呢 立法院長韓國瑜 則是現在目前我們可以看到呢 在一陣的混亂當中 他是現在已經先暫時的離開了議場 現在呢 只剩下了立法院的秘書長周萬來 他還在議場內 現在呢 他也是跟隨著韓國瑜一起離開議場 那藍綠呢 在稍早剛剛爆發的激烈肢體衝突之後呢 現在的場面呢 是稍稍的冷靜了一些了 我們可以看到呢 國民黨立委謝龍健呢 稍早呢 也和民進黨的立委也爆發了激烈的肢體衝突 現在呢 不知道是民進黨的立委賴慧元 還有王美慧他們也上前 我們可以看到賴慧元還安撫了一下謝龍健 要他不要中了的生氣 畢竟呢 其實在稍早的衝突 其實算是蠻突然的發生的 主要的導火線呢 就是原本呢 藍白立委他們是成功的霸佔了主席台 韓國瑜呢 立法院長韓國瑜 他也順利的開始宣告相關的議程 並且進行表決 但是民進黨這一次所祭出的策略呢 就是呢 因為不能替人待案 所以他們是會有一個空窗期 現在藍綠立委要爆發激烈的頭角 他們在這個消息多了 他們平安撫了一群 從天啊 停不音樂 法院長韓國瑜 先哭不音樂 你再跟同一群人 快哭不音樂 有個佛翰 已經 Tak哭不音樂 快哭不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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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臨時撿在住, 什麼事啊, 兩分摔二 立法要犧牲 民進黨的身上趴上去了 民進黨的身上趴上去了 地坑上去的資訊好不好 什麼啦 什麼 幹嘛 我們也看到剛剛稍早的 那一波激烈的頭角衝突 主要的主角就是國民黨的 立委徐曉鑫 他是不斷的對著民進黨的立委 蕭曉喊了吳佩義還有 盛柏揚他們是直接當著 對方的面隔空的叫罵 所以其他的人也加入 其實是幫忙緩加勸架的 所以目前衝突 現在是稍微又進了平緩了 如果立法院稍後有最新的狀況 我們會隨時的為您掌握